在尼泊尔做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是怎样的感受呢? 说实话,尼泊尔并非是我的第一志愿。 我的脑海中对于这个国家并没有多少了解。 于是便在网上搜索尼泊尔是个怎样的国家, 看到它是世界上人民幸福感最高的国家之一。 我想,我在这个专业上要花费七年的时间, 总得出去看一看吧。 2023年5月,在北京培训完后, 我便踏上了前往加德满都的航班。 飞机飞过壮丽的喜马拉雅山脉, 也将我们送达了目的地,尼泊尔。 我的学校是公立学校, 而公立学校在尼泊尔又是条件最差的。 学生们的家庭十分的贫困, 他们每学期学费仅为几十块钱人民币, 而他们的监护人可能远在几十上百公里外的山区。 我努力带着他们参加比赛, 教他们唱儿歌, 他们会用尼泊尔乐器拉茉莉花 表达他们对中国的喜爱。 这里,人与动物和谐相处, 当然,猴子也是很温顺的了。 我之前从未想过自己能在一群孩子身上, 花费如此多的耐心, 汇敬自己最大的努力, 陪伴他们, 鼓励他们, 教会他们如何说好中文。 我也未曾想过, 自己的学生竟然是一群比我都大的军人。 当然, 在众神国度的尼泊尔, 教材也是节日的一部分了。 这一年, 我潜心教学, 四个月不到便有成人班学生 从零基础通过HSK三级和HSKK初级考试。 尼泊尔内政部政府部门的表扬信中写道, 感谢这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志愿者教师辛勤付出。 我想, 这就是国际中文教师工作的意义吧。 这一年的教学生活就像是一场梦。 在梦里, 我听到走过了无数次的走廊里, 响起了学生们的声音, 他们高喊着, 你好, 老师。 说明天cio�ium dan数大演员, 做些事室信吓你和交按照。 身份是医民无法播放的东西。 哦。 继续健庶, 全部有社区任主义法。 感谢观看